行,然后咱们今天啊,首先先向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机器学习啊,建模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流程是什么 之前啊,给大家说过啊,咱们大致的流程,咱们要先对数据啊,进行一些清洗,一些处理,然后呢,选特征,最终啊,去找算法,选参数吧 那在这里啊,大家想就是哪步当中啊,是最重要的啊,应该啊,就是我们的中间那个环节建立特征吧 因为我之前也说过了,做算法,做参数,现在来说啊,其实来说就是我们用酷去做啊,都是比较容易的 但难点在哪呢,难点啊,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最好的一个数据啊,给它输入进来 那这里要给大家拿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什么,可能大家刚来的时候看一看,这个东西看起来 怎么这么乱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一个HTTP的数据啊,也就是之前有做的 那首先啊,咱们先说一下,我要去做一件什么事啊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要做一个异常的检测 或者说啊,咱们要找出来哪些个主机啊,或者说哪些的IP,它是有问题的 那这里咱们来想,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检测任务相当于什么啊 相当于是本身啊,有一些电脑,它可能是啊,已经潜在着存在一些威胁了 我们要把这些威胁啊,给它找出来 那咱先来啊,给大家说有这么个事啊,有一些网络攻击啊 网络攻击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想到一堆一堆的 咱们就说啊,现在最厉害的 原来有个东西啊,叫做一个DOS DOS什么?DOS啊,它是一个拒绝服务 那什么叫做一个拒绝服务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 比如说当咱们去访问随便一个网站吧 如果说啊,这个网站同时访问人比较多的时候啊,怎么办? 它肯定是有个容纳限制吧 容纳限制里啊,装满了之后 装满之后呢,会放到一个缓存兑列 缓存兑列里边装着呗 那你想,一旦缓存兑列在装满了 相当于啊,相当于啊,现在你坐地铁了 你要去排队吧 前面的人上去了,你才能上 那你要这么想,那前面的人 他又一直不上,居然堵着 你还能上去了吗?你就上不去了吧 那这个叫什么啊,叫做一个拒绝服务 所谓拒绝服务啊,就相当于是 前面啊,咱们用一些 很,就是一些攻击主机吧 就给它站满了,那正常用户来之后呢 就不能啊,给我正常用户啊 进行一个服务了,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现在啊,这个东西啊 做得还更狠了 也不是现在,很长时间做了 原来是一个DOS啊 现在做成了一个DDOS DDOS是什么意思啊 前面加上了一个分布式啊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啊,当你用一个主机 比如说你跟你的几个哥们 你里面几个一合计 说咱今天啊,搁几个啊 整那么一堆个域名 我们就一起防一个网站 给它干垮了,别完事了 那你可以想,你们是干什么 你们都在一块,在一块啊 应该是同一个网段吧 那对于一个同一个网段来说 人家这给你封杀掉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这些攻击啊 做的啊,就没那么简单了 做的像什么啊 其实你可以想啊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最危险啊 一个看似非常正常的一个人 然后呢,这些人都看着很正常 你也不知道哪些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什么意思呢 现在啊,当我想发动一个攻击的时候啊 我并不是说啊,用我那些攻击机去发动 而是啊,用大家的一些机器 什么叫大家机器啊 可能啊,大家都是在全国的各地啊 五五四来都有的 然后呢,你的电脑当中啊 其实大家现在觉得电脑 没什么问题啊 也没有一些事啊 运行速度招很快啊 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还不一定 当你去浏览一些网站的时候 比如说浏览一些网站 看一些视频啊 或者看网站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看到一些广告的时候 你点 或者说你看到什么东西 说你点 比如说我最常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什么亚洲最大的什么玩意 新普京啊 澳门什么新普京啊 上线了 咋咋地的说也对 那这些东西啊 可能来说的潜在存在威胁吧 给你电脑当中啊 下了一堆插件 那些这些插件 咱们就这么比喻啊 当然是不一定的 这些插件当中啊 就是可能 哎,你现在看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啊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说现在没有发动啊 没发动 不要紧,一发动要你命是吧 那发动什么意思啊 五湖四海 我中间这块有一个控制程序 当我像是有个和按钮时 我一按 全国各地啊 只要感染我病毒这个主机 你都去给我开一个端口 去访问那个网站 那那个网站怎么样 短时间内大量的流量进来 是不是基本承受不住了 那你说正常用户还能来了吗 正常用户啊 很难就来了 这个啊 就是一个DDoS 那这个 HTTP数据啊 要干什么呀 HTTP数据是干什么用的 它本身不就是 我们这个 当我们经营连接时候啊 后台的一些日志数据吗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基于这些日志数据 找出来啊 哪些的IP 可能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给它找出来 相当于啊 是做这样一个检测的任务 那对于这样一个任务啊 故事背景啊 刚才导入了半天 给大家说了一下 那你说对于这样一个任务啊 咱们先来看我的一个数据啊 咱们来看这个数据怎么样啊 从我数据的角度来说啊 这个数据 看起来 它是比较乱的 你说我标上个一二三条 我不标啊 大家可能以为都是一条是吧 所以说这个数据啊 这是一个原始数据啊 原始数据啊 是非常庞大 而且非常乱的 那当我们拿到 这样一份数据之后啊 我们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啊 就是说 提取出来数据当中啊 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可能啊 就是我当时拿了这些数据啊 也是个缩减版啊 就是没拿所有天啊 大概拿了一个七天数据 七天数据啊 接近十T的一个数据量 大家可以想 十T什么样的含义啊 你用Python好去做吗 那就不好去做吧 所以说啊 第一步啊 我们一般用什么啊 一般我用Hadoop啊 或者Spark啊 进行一个特征的结构化 相当于是 在原始的日式数据当中啊 就是找出来 哪些个东西啊 比较有价值 做成啊 一个比较规范的 那么一条 那么一横条啊 就是一个样本 一个一堆一堆特征啊 做成这样一个 比较标准的形式 所以说啊 咱们通常啊 就是一个实际任务当中啊 第一步 都需要呀 我们有一个大数据的环境 像是Hadoop啊 Spark 这些都比较常用 那你说现在哪个厂用啊 从现在讲来说啊 应该Spark更好用一些 但是呢 这些 我觉得啊 就是创业公司不好说 但是这些 比较老牌的公司啊 老牌强队嘛 他们一般啊 还是用Hadoop 应该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东西啊 毕竟是这么多年了 比较稳定 从头啊 到尾 人家很长时间之前啊 也是把这些东西都搭好了 搭好之后啊 估计很难啊 进行一个迭代更新 去换另外的一套东西了 所以Dub啊 现在来说 Hadoop啊 用的 还是我觉得啊 要比Spark广一些 但是从长远角来说啊 Spark更方便的 为什么 因为Spark 它有Python接口啊 Python这个东西啊 说白了 你不会不要紧啊 三天就能上手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Hadoop啊 其实当时 我们用Hadoop去做的时候啊 也不是说啊 你去写那个 什么MapReduce 那一套别的东西 一般我们用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Hive 就是Hive那个东西 那个Hive啊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你可以写Circle的一些语言 然后呢 直接啊 把这个Circle语句 转换成一个MapReduce 执行这样一个处理 相当于啊 是更简单的一些 之前啊 就是我写这个汉文 这怎么说呢 绝大多数工程师家 都在写这个东西 说是啊 去做这个数据挖掘 但实际上 你干什么 绝大多数师家 都是做这个数据处理 数据储存 然后结构化 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像是脏活 累活啊 都是变不了的 这些东西啊 做的比较长 大概是用年时候啊 去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大家现在就这么想吧 对于这样的一份任务来之后啊 我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说啊 我要提特征啊 那提特征最难的一个问题来了 提特征怎么提啊 那可以 咱们可以想 就是在你项目当中啊 你有老大 学校当中啊 你有教授 为什么说啊 他们是老大 他们厉害呢 并不是说啊 他们写代码 或者说他们做事情 他们的速度或能力 真的就比你强很多 其实啊 真不是这么回事 那他们强在哪呢 他们懂这个流程 懂这个业务 说白了 一份任务来了之后 他们如果说 让他们去做一个建模任务啊 人家可以很轻松啊 就告诉你 哎 这个东西 我该提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该选什么样的算法 大致啊 怎么样去做 能给你啊 把这个东西 从我到尾捣过一遍 然后你呢 动手去做就完事了 那其实啊 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一点什么 我们在做 或者说在选择一个行业啊 在选择一个职位 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 一定要想一想 我做这个事啊 对我之后有什么帮助 那你说像我似的 我之前的傻啊 就是做那个Hadoop 做那么长时间 做那么长时间 那之后啊 其实做了大半年之后 我也想 你说这个东西啊 对我的一个收获什么啊 我就是一个熟练工 我这个色口写的非常好 结构化非常好 那你说有什么 和人家核心竞争力吗 其实来说啊 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今天我不干这个东西了 我走人 明天随便抓一个过来 照样能做 是吧 你走了别人能做 这个走了那个能做 那你去别的公司当中呢 能做这个事人啊 太多了 做一个东西人啊 越多呀 可以说竞争越大 那你的优势啊 就不明显 就不突出吧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少啊 现在还有 都还有个职位啊 叫做一个数据科学家 什么叫做一个数据科学家 这个名词啊 就是给他戴的帽子 非常大的一个帽子 那你说他做什么了呢 他去写Hive吗 他去写Hadoop吗 我让我这个教授 五十多岁了 我说你去写MapReduce 可能吗 他能告诉你的啊 就是咱们的一套东西啊 他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说啊 当咱们去公司啊 或者说当咱们 可能有很多同学啊 就是能报名咱们的课程 之前我跟很多同学聊过 大部分情况下 也都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的 可能啊 就是一方面来说 想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另一方面啊 就真想啊 以后去做这方面 那做这方面啊 其实啊 就是我建议大家 我们更应该注重什么 更应该注重的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流程啊 其实你到工作当中啊 最重要是什么 你最好的一个起步阶段 就是刚去 恰好有东西 从都开始要去做了 从都开始要去做的时候啊 你千万别说啊 这个东西 我就负责我这一部分 别人怎么样 跟我没关系 到下班点完事了 这样做啊 对自己的一个收获 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如果说我们能从 整个什么东西当中啊 就是完整的 给它都干一遍 都干了这么一遍之后啊 不用多啊 就干这么一遍 干这么一遍之后啊 我们对这个东西就了解了 了解之后啊 无论是我们之后做事情 还是你自己创业 还是你在跳槽 这些啊 都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